700块钱够你在 够你在长安打迪士兰球了 以后这种相亲的事不要想了 伤心了伤心了 这只猫不想养了一走起来 又被挠了两刀印子 这种中华猫野心太大了 摸都摸不得一摸它就挠你 要么就咬你 哈喽大家好我是小摩 现在呢刚从东莞的挂闭房出来 这个脑瓜真的是嗡嗡响啊 前两天不是说去佛山进那个50岁女导铁吗 结果到了那边人家女导铁说没空啊 不出来进进向我们嘛 所以说在佛山的话就是 整个人都懵逼了也不知道拍什么 现在呢已经回到东莞了啊 在佛山的两年花了差不多700块 然后女楼铁也没进到 不好搞 现在这个大街上热得很 新人都没几个 我那只挂臂猫我都一点不想养了 一摸它就直接咬你 那要么就挠你 不好搞呀 以前养牧好像不是这样的 你摸它的话是吧 好像没那么的反应 都是猫怎么那么的反应呢 有点搞不懂 晚上如果你那个脚不盖个被子的话 它还 咬你了脚指头 这个就搞得有点羡慕了 睡都睡不好 本来想把它送给楼下老板娘的 人家老板娘也不想养 因为它开着小卖部嘛 也怕那只猫在里面 翻来翻去把那些 商品啊给弄乱 所以说老板娘也不想养 一块钱一个 搞了五个 现在脑包只是温温想的 大太阳大下大下午的也不也不知道去哪里 在佛山消费七百块也是脑包的温温想的 没知道就不去了 不然的话那七百块 在东莞也够腿哥去打几次篮球了 刚才跟腿哥联系了 还在大浪发生在那边起来 我问他吃饭了没有 他也没吃饭 那去佛山都花了七百了 那我给他买两个馒头过去算了 猪脚放什么的就先过安排了 有利不允许啊 买了个两个馒头 买个豆浆 熬了 这两个馒头还乐气腾腾 这豆浆也是乐气腾腾的很高位 现在去看一下腿哥 现在已经到大润发了 刚才走了好久 腿哥已经不睡在那个大润发那里了 直接睡在 在这里面了 给我的位置是什么酒啊 先找一下 哎 你别说这里还挺凉快的 也挺安静 这里的温度跟外面的温度完全是两个 两个区别 这里特别的凉快 凉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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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会是这个里面干嘛的 贵贵果囊睡在这 凉快 快快两点钟了 还没行啊 这里的话倒还挺合适的就插着席子了一个席子的话 这里睡还挺合适的 那里有很多瓶子应该这行也有人在这里睡 贵哥 你把别人的位置给占吗 起来呀 给你买了 去博山啊 花了七百 猪脚饭什么的就先不安排了 先把这个给吃了吧 现在条件整 整成这么个条件了 吃了下没有 啊 去博山你说我花多少 七百多 知道吧 搞得我都要倒闭了 那个铝楼铁那是 不是不是到了博山吗 他不出来啊 你不是零下了吗 那不就不是过去浪费钱 七百块钱够你在 够你在长安打打几次篮球了 以后这种以后这种相亲的是不要想了 该老老实实打篮球就打篮球 赶紧吃吧 哈哈 这里 看来你还是有点生存经营了 腿哥 真的 这里有一缩确实很凉快 我在外面我走了一下我都 身上迷糊糊的 是有点蚊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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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之前上面也有个老哥在睡 知道吧 上面好多瓶子 你不怕他回来找你麻烦 不怕 把你你脏了他地盘 吃吧今天就这个条件嘛 猪脚放什么的自己想办法了 啊 我是要倒闭了 感谢观看